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冬夜氣沖 我是主播婉婷 隨著東北風一波一波南下影響 加上這個封面的水氣 使得我們迎封面北部及東半部地區 都要特別留意 可能會一些局部較大雨勢發生的機會 加上這個東北風帶來比較涼冷的空氣 我們北台灣的溫度也是明顯的下滑轉涼 所以外出的話 一定要記得攜帶雨去做好保暖的工作 另外在周邊的海域有封面的情況 風浪也是明顯的加大許多 所以海上桌卷船隻朋友也要特別留意小心 今天的農民漁木小金銀要特別提醒農友們 現在正值這個季節交換的時候 落花生田區要防範葉額類的危害 這個葉額通常都在傍晚的時候出現 所以建議農友們 可以在傍晚的時候 使用一些適當的藥劑 來加強防範這葉額類的害蟲 另外這東北季風是一波一波影響我們台灣 要慎防這輕鬆的疫病 尤其在田間排水不良狀況之下 它會特別的嚴重 而且這病原菌會隨著雨水 潑漸到健康的植株上去傳染傳播這個疫病 所以建議農友們要使用一些適當的藥劑以外 也要做好田間的排水工種 以上就是今天的小叮鈴 我們來看一下未來這幾天天氣的狀況 未來這幾天天氣是受到東北風一波一波的影響我們台灣 天氣非常的不穩定 在禮拜五短暫的回溫降雨趨緩之後 禮拜六又有一波較強的東北風影響我們台灣的天氣 因此大家外出的話一定要注意一下天氣上的轉變 我們把台灣放大來看可以看到 東北風是一波一波的加強我們台灣附近的海域的風浪 風浪狀況比較強一些 海上捉月船隻朋友也要特別留意小心 而降雨的部分呢 除了大台北地區以及東半部地區以外呢 山區也要特別留意可能會有些局部交大雨時發生的機會 相對於西半部地區是天氣比較穩定 大致上都是多雲道晴的穩定天氣 但是溫度部分呢 北台灣的朋友也要特別留意 這溫度會降至到25度 不太像禮拜一的時候有高溫30度的狀況出現 天氣的轉變一波波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體健康的狀況 未來四天的降雨分布 主要禮拜三禮拜四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降雨區域集中在大台北地區以及東半部地區 雨勢都相當的明顯 大家一定要特別留意降雨的狀況 到了禮拜五的時候 東北風略微減弱一些降雨區緩了 溫度也稍稍的回升 但是到了禮拜六時候 東北風又再度加強了 雨勢又會更為明顯 因此外來這四天天氣還是相當穩定 大家外出的話一定要記得 攜帶雨具做好保暖的工作 以上資訊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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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